政府發言人在佔中投票結束後發表聲明 回應指基本法並沒有全民投票制度 投票沒有法律效力 但政府尊重市民發表意見的權利 不過公民提名在法律上 政治上和實際操作上都有種種爭議 難以落實 發言人又說 制定普選模式時 國際公約值得考慮 值得參考 但國際上並沒有特定或唯一的選舉制度 聯合國也認為 司法管轄區可以按照歷史和文化 發展自己的選舉制度 大區政府稍後會就具體方案展開第二輪諮詢 希望各界以理性和務實的態度認罪共識